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 但是在防疫不松懈的指引下 基隆开机老大公庙在8月7号深夜是进行了起灯脚的点灯仪式 上千盏的普渡公灯 同时绽放光明 为基隆中越季活动揭开序幕 基隆开机老大公庙在8月7号深夜进行起灯脚点灯仪式 点亮上千盏的普渡公灯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但是在防疫仍然不松懈的指引下 基隆市政府除了限制参加点灯仪式的个性中心会 只派一人代表参加缩减人数减少群聚之外 同时严格要求戴口罩 量体温 酒精消毒手部 并且在祭典中拉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在严格执行防疫下 基隆开机老大公庙8月7号深夜进行起灯脚点灯仪式 点亮上千盏的普渡公灯 在轮值主仆李姓中清会理事长李永亮 老大公庙主委陈丁宝 基隆市长林又昌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以及基隆市立委蔡适应 和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等人 陪同各中清会代表 依照传统科宜祭祀老大公 进行起灯脚仪式之后 凌晨临时一到共同点亮普渡公灯 除了象征赵隐四方老大公好兄弟 到阳间准备接受普渡公奉 也为基隆中原祭活动揭开序幕 一年一度基隆中原祭非常的重要 这个传承一定要承承下去 那在之前呢 其实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对今年的一个幅度 他们是有一点这个担心 不过因为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 防疫的一个规划 那人数啦各方面动线 我们都做了这个很好的一个管制 所以刚刚开了灯 也代表我们今年 这个中原祭的一个祭典 跟这个科宜正式开始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灶头 然后祈求台湾能够平安 好 就是说刚好这个台风又闪掉 这老大公真的有波比 其实我觉得从今年初 其实像全国都在有旱灾缺水 那唯独就是基隆没有缺水 我们的新山水库都还维持八成左右的一个满水率 那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基隆相对上也是平稳 我们在北北基淘这个首都生活圈 是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 但是基隆市在四十多天前 我们就开始零确诊 四十多天到今天我们有三十二天是零确诊 那昨天这个中南部很辛苦 在这个有很大的一个风雨跟灾水 那不过基隆这边 这个还是风平浪静 没有什么一个影响 我想其实人祝天祝 那当然也是这个 这个感谢老天给我们基隆眷顾 不过也希望全台湾都能够平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紧接着要带你来看的是 隔天农历七月一后的开开门 迈入一百六十七年 今年是由李姓宗亲会主谱 也代表基隆中原记忆的活动 是正式展开了 也成为在新冠肺炎疫情趋缓中 全国第一个举办的国定民俗活动 虽然因为防疫的关系 限制到场管理的人数 但是基隆老大公庙开开门 也就是俗称开轨门的耐刹那 全场记录的摄影机和照相机 还是拍个不停 今年国立八月八号农历七月初一 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祭拜仪式 基隆中原记迈入第167年 由李姓宗亲会轮值主谱 在祭祀仪式后 老大公庙主委奉上开门钥匙 由主谱的李姓宗亲会主委李腾龙 写下开开门的实陈和姓名 紧接着就进行重要开开门仪式 迎接老大公好兄弟到阳间接受供奉 也宣告长达一个月的基隆中原记活动正式展开 那这个传承167年是这个我们无形文化资产的第一号 那当然今年因为奔土疫情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规划了加盐版的这个防疫的一个指引 那不只在祭拜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避免在区里里面 去举办集中式的这种祭拜的仪式 那即便有的话 也希望就是派代表来进行祭祀的一个仪式 然后贡品也要依照指引 把它稍微分开一点 尽量减少人流 不管是这个拜拜烧香还有烧精子 都尽量减少这个群聚 那我想市政府这边已经设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的一个防疫措施 那只要民众能够遵循的话 我想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安心祈福 那二方面呢 也可以把防疫的工作把它继续做好 在这里就一个机会也要来困求 我们今年的老婆说 加大夫人可以保护我们地区损失 这个疫情赶快把它消灭 保护大家在庄保护都身体健康损失努力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 赶快恢复到以往正常的这个生活秩序 今天开始有很多社区、社船 开始以反应核心股林的波动 我相信我们市政府和中央疫情中心都说到 它在反应波动的両方时期 请大家注意社交距离 请大家继续来维持防疫的勘惠 事实在这里 祝好 也感谢我们类似的中心 为代表基隆 反应今天主播的话题 祝好 完完成功 感谢大家 我们专业理事长 我们专业的总心 同心于所谓 以及国技生的终亲 终亲 大家的共同 来 合理 来订阅这家。 卿担的华业 笑咦,大家经常这么说 封丢益孙 像这样,就是封丢益孙 基隆中原季活動也成為疫情趨緩防疫等級 從三級降為二級後 全國第一個舉辦的國定民俗活動 疫情以來就是三級解二級 第一個國定民俗活動 我們非常戰戰兢兢 也非常誠心的來舉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在疫情解封以後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防範 雖然他已經降到二級 但是我們所做的防範其實是比二級更嚴 人員的管制更加嚴 我們希望能夠以二級加嚴 跟加強的方式來舉辦完成這個活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電影來看中央CDC宣布第二級警戒 再延長到8月23號 同時65歲以上施打第二劑疫苗 將採取預約登記及造徹集中施打雙軌制 基隆市長林友昌特別感謝中央 聽取他的建議讓長輩們不用再擔心 另外對於行政院也擬推出振興五倍券 林友昌強調基隆會推出相關的配套措施 鼓勵大家來基隆消費 中央CDC宣布第二級警戒延長到8月23號 並提出第二劑疫苗施打原則 其中65歲以上長者將採預約登記及造徹集中施打的雙軌制 對此金融市長林友昌特別感謝中央聽取他的建議 讓長輩不用再擔心 對於這一點我想是應該要肯定 也這個很感謝中央這個聽進去 這個我之前一直在呼籲 就是65歲以上至少一定要採雙軌 那去預約登記可以 但是這個造冊來集中施打 我想對地方執行這個疫苗施打的任務一定會更加的一個順暢 那因為之前也都非常的順利 我想中央做的這個決定 我想對疫苗的一個施打的作業 還有很多的長輩擔心 終於也可以鬆了一口氣 另外對於行政院為了振興國內經濟即將推出五倍券 尼又昌回應表示 金融市也會推出相關配套措施 希望讓大家來基隆消費 我們金融市其實已經超前部署搶商機 在這個五倍券還沒有推出來之前 我們就已經這樣子做了 那未來當然行政院如果進一步推出五倍券 我們當然還是要把這個商機留在我們基隆市 那我們也會配套的推出相關的一個措施 那不只要把基隆的商機留在基隆 我們更希望要把別的縣市的商機也帶來基隆市 這一點我們也會配套的來做規劃 至於台北市考慮讓萬華茶藝館在9月恢復營業 相同性質的基隆小吃店是否跟進 牛昌強調八大行業還未開放 根據經驗需審慎以對 那最主要是因為八大行業的部分 目前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它還沒有開放營業 那我想這部分應該要審慎一點 那並且也要記取在這個本土疫情初期的這個經驗 那應該還是審慎以對 並且還是要看整體的疫情的一個狀況 再來做審慎的一個評估會比較好 因為這比較特殊一點 另外中央CDC宣布游泳池開放 牛昌表示將考慮先讓選手恢復訓練 如果疫情穩定 會進一步思考開放籃球場 及社區內的兒童遊戲場 那在這個之前我們應該可以思考 我們許多游泳的選手的訓練 我想可以先行來做一些恢復的規劃 那至於其他的一個場所 大家也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是認為 如果疫情持續的穩定 那趨緩的話 那在下個禮拜 我們金融市會進一步思考 包括大家年輕朋友關心的籃球場的開放 還有包括很多的家長關心的 社區的兒童遊戲場的一個開放 那我們會在下個禮拜來進一步思考 那如果疫情趨穩的話 我們會在防疫的指引之下 來做適度的一個開放 牛昌表示金融市從六月底 首度零確診 到目前已經累積三十幾天加零 雖然國內疫情趨緩 還是呼籲大家心情可以放輕鬆 但是防疫不能鬆懈 確實遵守相關防疫指引 才能逐步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再帶你來看 包括了冰箱冷氣機及除濕機 這三款電器 原本在今年到期的購買節能 加電減徵貨物稅措施中 確定要延長兩年 就是到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最多可以退兩千元 為了防疫 7月起民眾也可以在線上提出申請 減徵的貨物稅會直接拨入賬戶 民眾不用再到國稅局零貴辦理 減少群聚讓大家更安心 不管是電冰箱冷氣機還是除濕機 財政部推出的節能家電減徵貨物稅措施 從108年6月15號實施以來 以金融地區來說 已經累計申請五萬七千多件 台數達六萬七千多台 退稅金額更突破一億元 而原本在今年6月到期的這項優惠活動 中央也宣布再延長兩年 其實財政部在108年6月15號起 就是為了如果你是購買節能家電的話 那就是可以享受就是買一台最高兩千元的 貨物稅的減徵的退稅 那從108年到6月15號起 其實原來試用期間只有兩年 是在今年的6月14號就借起了 那就是因為可能民眾的覺得反應還不錯 就節能家電對整個國家的 節能部分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實際上就考量再把試用期限 延到112年6月14號 那它的退稅金額是一樣 是維持是 可是500到2000元之間的不等 在疫情影響下 為了防疫 財政部方面7月起也開放線上申辦 讓購買節能家電的民眾 不用到國稅局零貴辦理 也能獲得減徵貨物稅的優惠 同時還簡化申辦程序 讓民眾不用憑證也能在線上申請 其實早期我們在線上申辦裡面是 你要有自然的憑證 或者是建包卡 或者是有工商憑證 那因為有些受限也是 家裡這些一定要讀卡機 那現在受限 因為家裡有些人是沒有讀卡機 或者是沒有憑證 所以我們在7月14號多了一項 假設你是要購買節能 節能退稅部分 現在是不用憑證 就是也不用讀卡機 你透過在我們這個線上申辦 進去之後去選一個簡化身份認證 你直接就是去輸入一些相關的資料 不是說你購買的發票號碼 跟你的產品的一些種類等等 那這個部分僅限於是 你要申請退稅方式是以直播退稅 這樣子你在家裡整個 就可以完成線上申辦 不用到我們辦公室來 由於還是有民眾因為重複申請 超過六個月才申請 以及購買電器 未符合節能效率第一級或第二級等因素 而遭到推薦 國稅局方面也特別提醒民眾注意 記者張綺藤基隆報導 衛福部基隆醫院指出 基隆市從6月27號開始 率先成為北北基陶生活圈 第一個佳林的城市 衛福部基隆醫院也傳出了好消息 一名25歲確診新冠肺炎的病患 在基隆醫院醫護團隊的細心照料下 達到出院的標準 衛福部基隆醫院指出 基隆市從6月27號開始 率先成為北北基陶生活圈第一個佳林的城市 而且在41天內總共有32天都是佳林的紀錄 基隆醫院也傳出好消息 一名25歲確診新冠肺炎的病患 在基隆醫院醫護團隊細心照料下 達到出院的標準 開心回家過父親節 其實我還蠻感謝醫院的幫忙 因為像我其他確診的朋友 他們受到的檢查其實沒有那麼多 像我有照額光然後也有抽血 那這些流程就讓我覺得說 其實我是很用心被對待 那像這些護理人員 其實他們都會照三餐來問候我 關心我 然後甚至他們還幫我買內褲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 那我也很開心說我在父親節前夕 然後還可以出院 那我很感謝黃醫師他 就回到很多疑難的雜症 那也很用心的對待我這個病人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在我出院之後 然後大家都平平安安 然後回去過父親節 感謝醫院的所有人 這名出院的確診個案 對於家人感到相當抱歉 讓全家人都需要居家隔離 家人也十分擔憂他的病情 因此他非常感謝 基隆醫院醫護團隊的治療照顧 讓他可以回家過父親節和家人團聚 在這疫情期間 基隆醫院醫護人員盡心盡力 為防疫努力照顧確診個案 我們一點都不覺得辛苦 看到這位年輕確診個案 可以在父親節前夕健康康復回家 與他最愛的父親以及家人 共同過個溫馨的父親節 真的替他非常的開心 也代表基隆醫院祝福基隆市民 身體健康平安順心 由於剛好是疫情降級後的 第一個父親節 基隆醫院也提醒民眾 如果外出用餐都要遵守防疫指引 戴好口罩勤洗手 過一個健康平安的父親節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你在找工作嗎 安心上工方案 讓政府幫助你 紓困補助讓您安心即時上工 每月最高一萬兩千八百元 最長可工作六個月 訓練津貼讓您充電再出發 每月最高可領到一萬九千兩百元 實驗了也不用擔心子女的學費 每名補助四千元到兩萬四千元 紓困4.0 政府助您渡難關 美麗基隆影片徵選及攝影比賽活動 今年已經邁入第四階囉 基隆是一座進步翻轉中的城市 充滿著夢想 未來與無限可能 今年我們以A City 4.0 為主題 用影像來說故事 分為影片甄選 攝影比賽 早獎金高達48萬六千元 期望能夠激盪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還在等什麼呢 快來參加 詳情請岔活動官網 我是之前去你們公司應徵的張先生 你們不是說會再通知我上班時間嗎 都已經過了兩個禮拜了耶 怎麼都還沒有消息 先生 你以為來填個資料 就能保證錄取嗎 你想想怎麼可能啊 欸 等一下 那至少是會不會這樣存折 要還給我吧 我還花了好幾萬塊 買你們公司的產品耶 你們這樣不行 我要退費 喂 喂 你說什麼 欸 我聽不清楚 喂 喂 喂 求職房片請記住三條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勞資關係科提醒您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阿嬤 這座山怎麼了 怎麼光秃秃的 就有人亂挖地把樹木土地挖掉 這都是很危險的喔 嗯 老師上課有說過 這樣可能會引起落石土石流等災害 很危險 對啊 看到我土地在山上亂挖 就要光景通募去工作 不 不 發生危險就不會付了 首山護水清山流 不懼落石土石流 欸 豆苗啊 幫爸爸去買一包宴回來 喔 喂 老爸 你違法了啊 學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協助 傳遞煙品給未滿18歲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對不起 老爸 你給我一包宴 同學 你滿18歲了沒 證件給我看 我啊 你丟 同學 這是別人的身分證吧 你騙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學 你未滿18歲 我不能賣煙給你 我會被划成耶 賣卵來啊 學長 你長相比較成熟 可以幫我買包宴嗎 抽什麼宴啊 學弟 我如果幫你買宴再拿給你 是違法的 走 跟我去運動 遠離煙品更健康 學長 你人真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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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給我美秘書 怎麼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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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吉永市基金一路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 一名机车骑士与义影车插撞 医护人员到场时 富人已经死亡 警方正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影像 厘清事故责任归属 车来车往的基金一路 一辆机车倒在地上 趋势一动也不动 警方拉起了封锁线 进行事故处理 因为一辆义影车和机车发生了插撞 我完全到现在我还搞不定状况 我哪里 因为没有去撞到任何人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有撞到任何人 他那个是机车往里面倒 那代表说我应该是有撞到机车 突然发生了严重事故 驾驶还没回神 六日早上十点多 基隆接近一路 三十六岁的真姓驾驶 疑似为了闪避路边的机车 与富人骑程的机车发生差撞 六十六岁的汪姓富人当场死亡 警方到场之后进行酒测 没有酒驾 其实听到声音的时候 过去那个就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同向都是要从基金一路 往金山的方向 在110号前面呢 跟重机车骑士 四十四年次的汪姓女子发生车祸 导致我们那个汪姓女子当场身亡 那因为两台车是在同车道行进的 那详细的那个造势原因 还有待检察官去厘清 驾驶宣称听到声音 马上就下车查看 但两车都是同一车道 究竟怎么发生差撞 警方还要进一步调阅 周边的监制器画面 同时也请行进的车辆 提供相关行车记录器 既不厘清车祸原因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在淡眼来看 基隆中正区建国李明慧堂 传出火警 民众发现屋内传出浓烟 但是明明李明慧堂 在疫情期间封闭了两个多月 怎么会起火呢 经过消防建设人员初步研判 疑似是顶楼漏水 导致电线走火 而火警也造成了天花板 有烧焦的痕迹 还好没有人在场 屋内农烟密布 消防员拿着手电筒 不断地寻找起火点 终于在焦黑的天花板 发现来源起火原因 可能是电线走火 然后里面烧掉 然后掉下来 然后便导致一个失火 消防员随后赶紧利用抽风扇 将农烟排出屋外 6号下午 基隆中正区的建国礼民会堂 传出火警 有民众如果发现 农烟不断地窜出 赶紧通报消防局 到了时才发现 疑似天花板上的老旧管线 酿货 初步研判 应该是顶楼漏水 导致电线走火 我们今天觉得安心上工在里面打扫 打扫完就回去都没有什么 就是疫情两个月 两个多月都没有运 没有去做 可是我刚上去看 黑黑的 然后那个消防队员随理想说 是青钢架东西掉下来 然后就是一坨嘛 然后就整个着火了 幸好看到农烟的时候 就赶快先提醒 不然的话 我再可能再慢个一下 以后就感受 还好疫情爆发以来 黎明会堂暂时关闭 没有举办活动 这次意外才没有酿成 人员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